海南三亚一男子手持踩刀 逼着女孩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屋顶 还强行将女孩的双手举高 不让她遮挡自己的隐私 甚至叫来电视台记者即行直播 在此期间男子不停大喊有人追杀自己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2014年1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 海南三亚一处居民区的房顶上传来了呼救声 只见一男一女站在屋顶四处张望 不断高呼有人追杀他们 吵闹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围观群众 三亚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 告诉男子不要怕 无论遇到什么事警方都会保护你 没想到男子飞弹不下来 还威胁警方不要上去 否则他们就要自杀 这一举动让警方非常疑惑 如果他们是被人追杀到房顶的话 遇到警方应该会积极配合 可男子的表现属实太奇怪了 就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 男子突然掏出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 架在女孩的脖子上 虽然男子一直在说有人追杀他们 却始终不肯透露追杀他们的究竟是谁 警方推断男子或许吸食了围禁品 这才表现得精神不正常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 那么女孩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生命危险 男子一边挥舞着菜刀 一边要求记者来到现场采访自己 锋利的刀刃仿佛下一秒就会残忍剥夺女孩的生命 民警立刻将此事上报 特警部队迅速抵达现场 可眼前的一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只见男子脱掉自己的上衣 然后逼迫女孩脱衣服 这对于一个女孩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羞辱 虽然女孩极不情愿 可看着高高举起的菜刀 她也只能按照男子的要求脱掉上衣 可这还没完 男子竟然用菜刀割开了女孩的内衣 她揪住女孩的头发情绪非常激动 就在现场情况千军一发的时候 记者带着摄像机赶到了现场 我记脚过来了 你说你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假的 要杀我们 谁 早上要不杀我们 谁 杀你啊 不知道 面对记者的好言相劝 男子并没有放下菜刀 反而拉着女孩的手 不让他遮挡自己的隐私部位 两人就这么赤裸裸地站在屋顶 恐惧和耻辱充斥着女孩的内心 通过对话了解的 男子和女孩是一对情侣 两人以为感情问题产生了矛盾 男子想娶女孩 女孩的父母却不同意 男子一气之下就将女孩绑到了房顶 然后扒光她的衣服 让她浑身赤裸地站在摄像机前 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女孩出丑 这样一来就没人愿意去的 她就只能嫁给自己 就在警方和男子对峙的时候 楼上的住户薛大姐已经观察多时了 为了安抚男子的情绪 她从窗户递出了一瓶水 好说歹说让男子不要激动 想结婚的话 起码要穿上衣服去民政局领证 让人没想到的是 男子竟然指着薛大姐 让她当两个人的妈妈 薛大姐顺水推舟 经过一番劝说 终于让男子给女孩穿上了内裤 紧接着男子持刀逼迫女孩给父母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当面同意两人结婚 在此期间警方完成了严密不顾 狙击手早已瞄准男子的脑门 只要一声令下 就能结束这场疯狂的闹剧 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警方是不会下令开枪的 首先枪械会产生榴弹 说不定会误伤周边群众 其次现场情况极不稳定 万一失守的话 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而且在警方看来 男子虽然是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 但他的命也是命 不能就这么轻易地剥夺了 为了让男子放下菜刀 警方想尽了一切办法 甚至提出用自己换取人质 可男子实在太狡猾了 说什么都不让其他人靠近 警方只好寻找其他方法 以送水为由架设了一把梯子 打算在梯子架好的瞬间冲上去 然而男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大声呼喊要求警方离开梯子 随着对峙时间越来越长 男子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暴躁 就在警方由于要不要开枪的时候 女孩的父母赶到了现场 可女孩见到母亲之后 却立刻要求他赶快离开 他不想让母亲看到自己如此狼狈的样子 警方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男子父亲的身上 经过一番劝说 男子终于带着女孩走了下来 结果刚出小区大门就被等候多时的警方扑倒在地 此次危机终于解除了 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不惜以死相逼也要和女孩结婚的男子 竟然是一个有父之父 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最终他将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代价 突然是宣布面养的 他们说刚才能做到的